要不我改个名吧 改名 我改个名可能能好一点 好些个大明星都改了名活的 我说我是韩国勇星 我叫朴仁勇 您这名字不能把姓格带出来 你再有钱你穿过貂皮裤衩吗 没有 咱来个貂皮的裤衩 暖和 太暖和了 撒那尿都四十来度 好厉害 里边差一点热得快的吧 就没有签大爷反驳不了的包袱 作为豆根的郭老师 怕是也没想到 自家签哥神捧起来能这么厉害 毕竟在台上 签大爷就没少占郭老师便宜 这一生我洗澡去 算是打郭老师个措手不及 想解释也解释不清 不仅是在伦理梗上占便宜 在台上放飞自我的签大爷 也是张嘴就来 我是一个科小家 科学家 对 科小家 您要跟那行里瞎你妈颤和 您要跟那行里瞎你妈颤和 要不说还得是相声皇后于谦呢 能把德云班主祈祷当场动手 除了她也没别人了 烫个头吧 烫头 小狗的毛太直不好看 烫一个头 烫什么样的 烫个鱼签那样的 真烫 烫吧 一会弄出来 你看 毛都没了 赶紧这头型了吗 那边的 毕竟在相声舞台上 反相占老郭便宜 可是签大爷的看家本领 不过既然是说到签大爷调侃老郭了 那怎么能少了朴氏家族呢 朴氏家族 韩国的王子殿下朴一生先生 我这一辈子没闲着干他 他的父亲呢 我们的国王叫朴仁猛 哎 好 我明儿俩一个数量一个质量 好 他的祖父 朴朴乐 签大爷这急性回复 别说是台下的观众乐凡天了 就连司空见惯的郭老师 都得背得签哥的包袱斗嗓 毕竟只要在台上说起朴氏家族 那签大爷这杂瓜的力度 就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吓 一个韩国的小鲜肉 姓朴 叫什么呀 不成 哎 你看这两个字一加上 这名就显得很正直了 有人跟他说了 你一定要在中国发展的话 就得改个名字 他说那我姓钱吧 哎 咱倒是听着富贵 改姓钱 哦 叫什么呢 不够 钱不够 我说怎么嫖不成呢 相声皇后这称号 果然是名不虚传 不论郭老师说出什么样的包袱 签大爷总能把包袱翻个彻底 不仅能逗笑观众 还能让一旁的搭档一脸惊喜 怪不得郭老师总是会说这句话 不论到哪儿说相声 身边只要是有签哥 我就踏实 您客气 真的啊 哥俩相好半辈子了 郭老师能说这样的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在相声舞台上 就没有签大爷接不上的话茬 你们都认识侯爷啊 都知道侯爷嘴碎 对了 但是侯爷很善良 人好 尤其是我们的弟妹也特别可爱 你看哪弟妹都可爱 这还好 说心分里去了 一句话 觉得郭老师牙口无言 原来签大爷才是进宫型捧根的代表人的哇 我这搭了了 那就是骗子 我怕 我怕累着你 这已经是累过头了 哈哈哈哈哈哈 签大爷这话已出考 一旁徒弟们笑到停不下来 不过要说起签大爷最好玩的神旁 那还得是和自家师傅师傅关同台 他这个嗓音 那么洪亮 吐字那么清楚 太难得了 真他妈 师傅一个眼神 签大爷就瞄懂 这师傅俩的默契算是没谁了 所以说这夸人的话 多少带点脏口吧 但作为被夸奖的郭老师 却无比的认同 毕竟自家师傅说话 就是这般简单之间 这一句 娶俩媳妇 算是抽中郭老师的痛点 毕竟结过两回婚的他 确实是反驳不了签大爷的话 最后一起欣赏一下 郭老师的笑口常开吧 来给您这句话 真是郭老师的笑口常开 您还别说 签大爷的神捧场面 百分之九十都属于现况 这不仅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还需要丰富的舞台经验 您喜欢相声皇后于谦吧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